一開始 把它按摩一下 手都這樣彎一下 所以你媽媽一開始你都有做 所以就沒有這個現象 可能一開始沒有注意到 我都會這樣 那你看啊 你看病人情況你不能像我這樣 因為是我們可以彎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做幾個開始這樣 兩個手指頭加互相拉開 兩個手指頭拉開 那最後的話就要這樣 彎起來然後 彎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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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這隻手 也是這樣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是這個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然後這地方也是要這樣 這地方給它 然後 然後現在就是再來這個肩膀 就是肩膀你一定要先 尤其這個地方你要先按摩一下 哦 你是下 這個要給你按摩 按摩以後 你幫我按摩我媽媽 OK 一定要按摩就是所謂幫它拉筋啦 拉完筋以後你手才能幫它舉 提高一下 嗯 要準備要抓到這個位子 按摩一下 嗯 然後再這樣慢慢舉起來 嗯 好 好 舉起來 要舉到它 好不可以舉到這個位子 哦 那你刚开始的话 你就慢慢挤角度小一点 等它做久了以后 它这个松了以后 你再慢慢再挤高一点 也就是说 你一下子给它挤下来 它肌肉会拉伤会痛 以后你要帮它做它就不要了 所以你妈是有意思的 她会说不要 不是 因为我是经常这样想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 都要在地下捡东西 我妈就曾经在中风的时候 会护肩科医师来看她 她就手把一举 我妈就拉伤痛得要死 那些护肩医师她就没有注意到说 你不能这样突然来 她在检查我妈受伤中风那只手呢 她就不小心就一举 所以我们用力探本 有时候会拉伤 我就记忆这个原因 所以我都很小心 为什么我在医院会不让外劳 帮我妈做一弄 就怕他们不懂这道理 用力要想她不是你的亲人 用力这样一举 那妈妈受伤 那受伤以后 你反而更长的心理不能运动 所以一切都要很慢了 好那上上举后 然后我们开始就这样 逆时针、顺时针 好来转圈子 好 我们现在就是活动这边的关节了 像这个我们就要可能要帮她拍背 来 来 来 帮你用妈妈 一段时间你就帮妈妈拍 来 我们来拍背 来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血 拍背的时候你们今天肯定要准备个东西 你那边有枕头 好 塞来这边 来 来 来 你可以帮我过